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69的数字就是一个行动力去挣钱的一个号码 凡是做销售 做业绩 做那个Marketing的人 或者做保险业 做直销业 做任何的所谓的就是 啊 所谓就是Marketing的那个site 都很需要69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手勾开 孩子带下去 就像我今天把一个能量厂 就是钱财量的大家身上来 但能量厂它就自然可以吸引很多同利的市场 被发财的钱到你手上 你会不会让它发财是靠你啊 不是靠我 69块的油 打69块的油有什么意思 然后去找31块回来 我得到了 因为69的数字就是一个行动力去挣钱的一个号码 凡是做销售做业绩做车做那个marketing的人 或是做保险业做直销业做任何的所谓的就是 所谓就是marketing的那个site 都很需要69 teh 的 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今天把一个能量场就是钱财量到大家身上嘛对不对 但能量场它就自然可以吸引很多同类的那个市场回来 被发财的钱到你手上 你会不会让发财呢是靠你了不是靠我 69块的油 打69块的油又什么意思 然后去找31块回来 找 哦 耶 得到了 得到了 因为69的数字就是一个行动力去挣钱的一个号码 反正是做销售做业绩做车做那个marketing的人 或者是做保险业做直销业做任何的所谓的就是 啊 所谓就是marketing的那个site 嗯 嗯 好啊 都很需要6499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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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兵哦 号码号码号码 嗯 י 那么 这儿 是的 Seven '. 多 大的很多这个正面的回响 也希望我们分享更加多 关于数字的这个主题 来启发更加多的人 所以今天 我们依然我们的主角就是 Dottie Nelson Tan 另外今天 大家会看到镜头里 会有三个人有一点特别的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这位观众呢 他是爱笑瑜伽老师 是Fiona Tan Fiona Fiona Lee 你看我紧张到把他名字忘了 Fiona Lee老师 他就是我们的 可以说是这一集节目的中粉 他是由第一集追到现在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也请他一起上来 然后我们也一起做一些分享 所以我们的Dottie Nelson 今天就有一定有带了很多精彩的主题 来跟我们分享 对不对 好 所以在还没有开始之前 我们要先卖一个关子 就是先把链接分享出去 OK 是Fiona Tan Fiona Lee Fiona Lee 你让我紧张到 这 这样把他声关的 这样关啊 然后帮你关 我们的可以说是这一集节目的 诶诶诶 不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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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嗯 嗯 可以啊 就是如果 呃 观众啊 你们想要问个人东西 你们可以填上那表格 啊不过呢 需要一点时间 因为应该接近新年 我都会比较忙 嗯 所以说希望你们可以耐心的等待一下 因为最近很多东西要做 很多东西要处理 哈 所以真的如果有怠慢的话 真的抱歉 啊 啊 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一处理的 对 那首先呢 我们就先让Fiona老师来分享一下她的 我们的节目 她从第一集看到现在的这个感想是什么 感想 嗯 一下子 不知道从哪里讲起 没事你就从开始讲起吧 开始啊 对啊 我记得第一集我们是讲个人号码 嗯 号码的性格 嗯 嗯 那时候是讲什么啦 那种我突然间想不起来的脑差 哈哈哈哈 第一集的时候 其实我 我之前也是有接触过一些 关于数字的一些 就是 啊 数字能量学的一些 就是什么说 分享 嗯 师傅的跟其他老师 就我所接触是有一点不一样啦 然后啊 我也是有听过一些什么 关于到电话号码啊什么的 嗯 可是 对于师傅的就我就觉得有一点特别啦 所以当他讲我的一些数字的时候 啊 节目中就 不能公开的讲 嗯 不过是说对我来讲我就感 我就很有感触啦 嗯 所以我觉得啊 数字来讲真的是他是有他的那个 科学的根据 然后第二集的时候就讲到说 呃 数字跟那个 呃 呃 名牌 的一些关系 嗯 那也是我第一次听到说 哦原来 用 用某个牌子啊什么 是跟我们的那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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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开始去观察人家用什么牌子 然后跟他是有什么关系 嗯 那第三集其实对我的感触就特别的深 看到每一集都能记得 哈哈哈哈 果然是我们的粉丝 第三集 哦因为我有做笔记的 哦 我做笔记然后还有朋友分享的 嗯 那第三集对我来说我就觉得特别的呃 特别的不一样就是说哦原来去打游也是 嗯 那个数字跟我们也是有关系 然后呃就是包红包 啊包红包 啊对 啊对 在接下来就是呃就是特别感感触很很深刻 那就是睡觉的呃不是睡醒的时间 嗯 嗯 我只记得31啦 其他我不太记得 所以就算什么几点31分几点31分 我就想呃因为我比较夜睡 所以我就想5点多肯定醒不来 我就算631吧嗯 嗯 那631我就想可以吗 这么久以来好像都没有这么早起来 嗯 因为女儿已经开始上中学了 所以不需要这么早起来 嗯 所以就其实蛮困难的 真的很挑战 嗯 那这两个 应该是两个礼拜了 嗯 两个礼拜了 那这两个星期我就呃 真的是有条那个闹钟 然后刚好我又看到李嘉诚的一本书 他就说他是559型 所以我就有两架手机嘛 一架是559 一架是631 哈哈哈哈 结果559 没有办法发现 听到闹钟讲 嗯 干下来 631偶尔会醒 也不是每次醒 嗯 可是我 就有一些奇妙的事发生了 就是 呃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Facebook突然间很多人来加我 嗯 我现在 就好像突然被关注了 我也不明白 哈哈哈 然后我现在有900多个人等着我去加他 哦 很棒耶 啊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呃 前两天有一个 有一个人来叫我说 邀请他 邀请我成为他 亚洲市场的伙伴 嗯 所以我们也正式谈好一些对接了 嗯 所以 证明了什么 感觉上 好像早上起来真的是对我有很大的影响 嗯 证明了什么呢 证明了我们的节目的内容啊 都是扎扎实实的 都是对大家有帮助的 真的听 用心去改变的话 其实是可以 吸引很多好的东西回来的 嗯 就像Fiona老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嗯 是的 所以让我现在 让Dato Sri Nielsen 进入今天的主题 嗯 其实今天我讲的主题呢 是关 个人的情绪病有关系 嗯 然后 是我最近情绪也不好 嗯 没事等一下我让Fiona老师帮你医一下 哈哈 因为我今天讲的这个情绪病 也是可以呃 透过Fiona老师来教导大家怎么把这个情绪放松哈 嗯 因为你可以回顾一下2019年哈 你看有很多人突然间去跳楼啦 嗯 自杀啦 嗯 甚至想不开啦 为情啦 为事业啦 为什么都为了 嗯 其实很多人都不明白 就是这个情绪病是怎么来的 嗯 因为情绪病最呃 基本最常见叫做优异症 嗯 OK 那么什么叫优异症呢 优异症并不会在你脸上写着你是优异症 它就叫优异症 嗯 因为看起来它是很普遍 它就很优异 很优异 不是啊这个不叫优异 不行并不是很优异 OK 那个是外表 其实优异症它是来自一个内心的一个 我们讲心结 就像今天我们遇到事情 嗯 OK 我们就每天把它往里搜 搜搜 嗯 就是越搜越多 越搜越久的时候 它也不愿意告诉人 或者是你当它想告诉人的时候 然后你跟人讲 它就会越搜越多 越搜越久在心里面 然后相对的就是突然间遇到突发事情 相对的遇到一些事情 它就会引发 就像一个地雷这样 对 刚刚你踩到就 就突然间就 一瞬间的 一瞬间的 嗯 所以你可以回顾看 2019年有很多人 就是 包括啊 就是突然间心脏出问题 哦 OK 突然间怎样怎样 对对对 有发觉到吗 你看2019年真的很多这样的Case 很多人心脏突然间 驻死 就好像台湾有一个很红的一个网红一样 包括我们 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 也突然间这样走掉 嗯 而且这些人的症状是什么 其实他们都 很多问题 都说在心里面 嗯 那么今天这个 忧郁症群序面跟号码有什么关系呢 嗯嗯 其实今天如果我们懂得读号码的时候 我们可以从号码里面读得到 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忧郁症的状况 嗯 其实我们的号码 每一个号码都有一个故事 OK 就打个比方啦 就是今天你的整组号码里面 OK 有好有坏嘛 对不对 但是对我来讲是没好没坏的 嗯 为什么 只要你能够掌控的话 其实都OK的 但是 就是号码它本身就记载的 你出事的时候 就是你的DNA 嗯 你会有这样的状态 嗯 就像很多人 不是不想去改变 或者不想 不是不想去改善 但是 呃 就有多少个人真正去读懂自己 所以我的号码 是不是也有忧郁症呢 哈哈 你的号码里面呢 就是可以这样说吧 呃 有两个两个部分 嗯 第一个部分里面呢 就像是你叫做有口难言的 那个磁场的一头 有口难言 对 确实是 OK你看你在20岁左右的时候 嗯 OK这样整个状态 其实是 有点有口难言的症状 但是 你为了生活 你为了什么 OK你就是 呃 你对这种状态就是讲说 啊没事老天会对我很好的 啊老天会看到我的 啊怎么怎么样的 又对哦 哈哈 又有些 因为因为刚好 因为因为你的整个磁场里面 从你的IC里面就是有这样的故事 OK 你是会自我安慰 嗯 OK就是在自我安慰的那一刹那的时候 OK 那到了一个极端极点的时候 你会突然间 变成了一个轻微优异症 然后轻微的时候 才慢慢变成终极 再慢慢上来 但是也好彩 就像说 因为你的数字里面 也有刚好一些磁场能量 它在互补 嗯 所以我们讲的 有病 嗯 不是一定有病 嗯 然后要怎么样去把它互补 把它转变 嗯 所以每个人的磁场里面 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不是说 哎这个号码 哎没事 还是什么什么之类的 其实 总之 人在这个世界上嘛 对不对 每一组号码都有因为一个点 而计划这个所谓的情绪病 嗯 啊 所谓情绪病有很多种 OK 有的是叫做啊 就是 啊 所谓的就是 急性的情绪病 嗯 有的是想要依赖的情绪病 嗯 有的是叫做龟毛的情绪病 嗯 龟毛也算是一个情绪病 对龟毛也是情绪病 嗯 嗯 有的是 另思也是情绪病 另思也是龟毛 啊不是另外的 嗯 啊就是不舍得的情绪病 嗯 其实情绪病蛮多种的 嗯 我有约过一个朋友 他 我也觉得他是一个情绪病 因为他是 他说他一出门 他回家他一定要买东西 对 因为这个是 这个情绪病是 他一定要买东西 他不可以拿手过空回家 对 因为这也是一个忧異症的一种来的 对 后来他靠画画 对 嗯 去治疗自己 因为什么呢 今天呢这种的情绪病呢 都是因为心里空 或者是不被认同 或者是不被承认 或者是 嗯 种种的原因某某原因 嗯 因为 号码里面有 千百个号码 说真的 如果今天我只是讲单一号码 有那个那个病症的话 其实也对很多不公平 为什么 因为 不也不能够只是说 哎这个号码有病 那个号码没病 因为他每个号码都有他自己的病 嗯 是怎么去爆发而已 但今天 我也不去聊什么号码有病 好不好 嗯 因为反正今天老师有在这边 我们聊聊一下 怎么 我不会号码有什么病啊 没关系 对我们今天来讲的是怎样 ok 等一下我再说一下 有什么号码有病的 好不好 现在不说先 我们现在讲一讲就讲说 好 问一下老师 怎么用这个笑的瑜伽 来消除所谓的情绪病先 嗯 嗯 其实 爱笑瑜伽来讲呢 我自己本身为什么我会学呢 就是因为那时候我笑不出 嗯 嗯 所以我就通过这个学习 我觉得 对我改变了很多 所以我才开始去分享 然后 最主要是 他是教会我们怎么样去放下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 都学了很多 我们都听过很多正能量 就知道一定要正能量 嗯 可是我们找不到一个方法 怎么去做 嗯 就是 就是知道说 我要改变思想 我要 我要怎么去改变 嗯 可是我们没有一个 一个东西是可以让我们去做 所以爱笑瑜伽通过我们的动作 去改变 就是从我们的行为去改变 所以他也可以说 是属于一种行为的一个治疗法 对对对 所以我们通过一些 一些动作 比如说我们 在做的时候 我们会做很多非常好非常好 这个动作 这个是属于一个 因为他也是一个磁场 一个能量 对对 他就是创造了一个 很正能量的 很正能的一个环境 然后把所谓的情绪也化解了 也是犯出了 对 这样我现在就分享一个号码 这个也是一个很严重的情绪 又是对女性来讲 OK 嗯 就是 有十九跟九十一的人 或者是有二十六跟六十二的人 十九 每客人的生日都有十九 没有就是我们 我们不讲年份 OK 就是讲说今天你的手机号 如果有一九九一啦 或者四三三四的 OK 二六六二的 七八八七的 没有哦 嗯 师傅再讲多一次我答一下 OK 一九 九一 九一 七八 七八 八七 八七 嗯 四三 四三 三四 我很紧张 到底有什么东西 OK 二六 六二 六二 嗯 还有 你得不到幸福 嗯 你得不到的职场 对 为什么说会变成了让人家恐惧 嗯 或者让人家 退避三舍的那种状态 嗯 你会变成一个状态 因为就是因为这个能量呢 他不懂得去你们不懂得去 handle 就是不懂得去平衡他 嗯 OK就是会一直付出付出付出 然后就是一直付出的一个原因 造成了对别人一种困扰 哦 OK 然后造成别人困扰时候呢 然后就会引起很大的一种回想力 对不对 真的 因为有时候爱一个人 好心做坏事 是吗 还没到好心做坏事 嗯 嗯 他不是好心做坏事 嗯 爱变成一种负担 对 他是他是把一个爱变成了一种很大的负担 嗯 或者把它变成了一种压力负能量 对 嗯 然后属于一种 怎么说 一种竞争压力 另外一种就是一种 嗯 怎么说了 就是好人病 对 嗯 OK 因为这个号码呢 大多数在女性 如果在 数字学里面 有很多老师都会说 你们女生是不可以拿这个号码 嗯 OK 如果拿这些号码呢 第一会对什么影响呢 对婚姻有影响 嗯 会对就是感情有影响 嗯 但是如果今天是在事业上的话呢 嗯 这个号码呢 就会对女性很有帮助 啊 为什么 因为他可以让女性成为一个呃 一个女强人 嗯 嗯 OK 啊 所以他的他的号码的每一个都有一个正能量跟负能量在里面 嗯 OK 所以他的正负真的是要平均去对比 OK 所以可以讲的就是讲说你可以看很多 呃婚姻有问题或者是两两个人沟通有问题的人 都是在这号码里面周旋的 OK 当然呃 并不是真的是呃 真的是写着有九十一九啊 或者是一九一定有 嗯 只是有很多的组合配合 搭配起来的时候 会产生不同的能量 但是如果基本上从你的号码里面 你可以间接看到有这样的号码的时候 OK 这这一类的女性通常都有一个 呃问题就是想说 呃 他会去问对方就是为什么我对你那么好 为什么你没有感觉 为什么我对你那么好 那我们要演你想 你你你你为什么 啊 就是很多为什么 嗯 明白吗 就今天今天呃 我就是打来比方 我现在把我最拿最好的东西我都送给你 嗯 那为什么你对我不理不睬之类的 嗯嗯 然后所有东西好像在家庭 从A到J 就是比你用和你用都做完了 但是为什么还得不到老公的疼爱 或者得不到呃老婆的关怀什么什么之类的 OK 因为这组号码的能量 OK 他大起来像做三 嗯 小起来 像做什么 看不到 对啊就是一粒成 呵呵呵 他很极端 嗯 OK 所以这组号码里面他是蛮极端的 哦 对某些人来说 哎 可能我用在这个方面 我真的可以有名有利 嗯 我什么都有 但是他很孤单 嗯 无敌是最寂寞的 对的 所以他的能量场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不懂得怎样去平衡 嗯 而我们的一直去把这个人用的镜头淋漓尽致 就是一直把他用的最好 用的最最 就是我们讲的 我今天对你好 我就对你很好很好很好 嗯 不懂得收 OK 好像今天我 我觉得榴莲很好吃 我就来我去买最好的榴莲来请你 问题是 我并就是有这个号码人 并没有去问对方 你到底喜不喜欢吃榴莲 你很好的 你吃了 你不要吃 我都买了很多东西 对咯 重点是 对方 根本都不喜欢吃榴莲 是啊 你你即使把最好的榴莲 冒伤了 放在面前 他觉得臭的 然后你不吃 他不吃的时候 这类号码人觉得 我 你为什么这样伤我的心 你知道我把我最好的给你 你为什么伤我的心 给了人家不需要的 你吗 就是因为有这组号码人 很多时候呢 都附列有一个点 就是 聆听 跟 询问 嗯 所以问题就在这边 嗯 就是 很多有这种号码的人呢 都有一个问题就是 呃 自己做自己爽 我们讲的 霸道 啊对 有点霸道 嗯 所以这这组号码 在女性方面来讲 OK 有很多人都是 婚姻在不美满 或者是在 呃 婆媳之间沟通 都 都不 不协调 或者是跟孩子 沟通 也是不协调 嗯 因为为什么 他属于霸道型的 嗯 我要你这样就这样 因为我要为你好 嗯嗯 就是我做什么都是为你好 对 可是他不知道 所以 所以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久而久之变成了一个什么 一个 产生一个情绪病 对 嗯 反正在情绪被产生的时候呢 这个人呢 就会有一点埋怨 嗯 嗯 OK 他一埋怨的时候呢 又会影响到他身边所有的人 所以他整个市场就会变 对 OK 然后影响到家人 影响到孩子 影响到身边一半 所以有很多的呃 女性朋友 有时来找我的时候 他们讲 哎我老公怎么找不到钱 嗯 我老公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 还是很不顺的 其实到时候看回的一个东西就是 其实你你这位老婆做的太好了 就是因为你做的太好了 好到没人有了 OK 所以才把所有的问题变成了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爆发性的出来 嗯 OK 因为好到就是哎呀我担心我的孩子速度不好 我担心我的老公没钱赚 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 而且这股能量就变成了一个叫诅咒能量 嗯 OK 所以九月九十当所有东西发生的时候 他得到的那种回应是属于互联量多的时候 老公不担他啦 孩子不理他的时候呢 他就觉得自己我到底什么事啊 因为他心里不平 对啊 因为他是在付出啊 但是付出之于 没有人明白他的时候 嗯 当没有人明白他的时候 就产生所谓的轻微忧異症 就慢慢的从这个地方就开始了 嗯 因为他不错 可是他需要有回报 对 然后他希望有回应 是不是我可以不可以这样讲 嗯 可能他自己本身对自己也是没自信 嗯 也可以这样说是没自信 但是呢 他最主要是什么 他都是会以他人为主先 嗯 就希望说哎 你要过得比我好啦 嗯 我不吃也没关系 你要你要吃得饱啦 之类之类的 嗯 嗯 OK 所以 所以 有这组的号码的人 在生意上 他是一个很强的一个 我们叫做 嗯 领袖领导型 领导型的一类人 嗯 但是如果在家庭来讲的话 我可以跟你讲很多都跟家人沟通不好 八道型的人 因为就是 包括有时候他会跟妈妈沟通不好 跟爸爸沟通 为什么 嗯 嗯 会讲到就是说哎 因为他在外面的姿势 OK 跟家里的人的那个所谓的姿势是不一样啦 对不对 但是他强硬把自己的方法套在他人身上 嗯 所以才会产生这种摩擦 嗯 所以当产生摩擦的时候 又是一个抱怨的时候了 是 为什么 为什么我我为你好 你不理我 为什么我为你好 你这样看我 为什么就很多为什么出来了 嗯 OK 然后这类人也是属于固执的一类 OK 就是这些号码也是属于固执的 就是他会坚持到底 好听叫坚持啦 啊不好听叫什么 啊叫固执啦 啊 所以所以 所以所有的群虚病呢 就是想说都是跟那个号码能量有关系 嗯 但是今天我们只要能够去掌握 这个数字的这个能量基本的一个 知识 那我们用我们的我们讲的我们人性嘛 对不对 嗯 去怎样去调解或者去怎样去平衡他 其实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的 嗯 所以今天这样讲吧 今天难得我也是请老师来分享 为什么 因为有这类号码的人呢 就是太把自己呢 当成一个责任了 嗯 就完全呢就是 呃 完全全就是付出的那类人 所以 其实 老师的这个爱笑瑜伽 是可以帮到这类人的 啊 为什么讲这个爱笑瑜伽 可以帮到这一类磁场的人呢 也很简单嘛 你可以问一下自己你多久没笑了 你多久没有做回你自己的 你多久 你多久没有做回小孩子 对对 啊 ok 因为我觉得一个家庭 女人她 她 那个这样家里的磁场 其实跟妈妈是很有关系 嗯 嗯 因为 怎么说呢 母亲 就是做为妈妈 因为我也是有三个孩子 嗯 我觉得 如果说你一直是属于那种负能量 或者是就是负面情绪 你肯定笑不出啊 嗯 你笑不出孩子看到你不开心 对啊 孩子孩子的看法很简单 他在看妈妈没有笑 就是不开心 对啊 那请问你的孩子他会笑吗 嗯 他也是不开心 所谓一句话嘛 我们讲的老祖宗一句话 哦 上娘不振下娘歪 对 嗯 你做父母的 你都很大的这种负能量 你觉得你的孩子 会有正能量吗 嗯 比较难啊 不可以讲完全没有 也有但是比较难 但是哦 有多少个人哦 有多少个孩子有正能量的时候 都被父母的父母的打垮了 啊 对对对 嗯 这才是重点 对对对 ok 所以 有时候我们这样讲 有这类号码的人 ok 通常呢 真的是要学会一样东西 叫做随言 嗯 而且不要执着 因为有这类号码有一个 有一个特别一点就是 他做东西都是A到这个 嗯 他不可以说 随言一下 A做不到 做B线不能的 我A做不好 我一定要把A做好他 嗯 再做不好我就想办把他做好他 就是永远不放弃那个 可是 他就是忘记的旁边有条路 可以走捷径的 嗯 所以有这类号码的人通常呢 都是 不喜欢走捷径 嗯 除非他的号码里面 带有走捷径的磁场 那么他就会有两个性格 嗯 因为我们讲的两个性格 三个性格呢 都跟整个磁场能量的关系 嗯 所谓的双重性格 三重性格 或者多重性格 嗯 都是在整个数字里面的能量 你几岁到几岁有什么能量 然后你几岁到几岁有什么能量 然后你几岁到几岁有什么能量 嗯 其实这就是整个能量的 那个我们讲的调配的关系 嗯 他因为能量是这样啊 当你在某个时间点的时候 当你想要的东西他会产生 就打开比方今天这个十九号能量 是一个 我们讲的就是一个靠山嘛 对不对 嗯 这样今天你在一个公司里面 你就是所有人的靠山 嗯 OK 这样每个人都要当你是谁 你是老板或者是你是主管 嗯 那么今天这个靠山 当他拿取的时候 他会有什么能量出现 OK 当他变成一个主管 或者是一个老板的职场的时候 下面的人 就会不会感觉到他有一股压力 嗯 为什么因为这个主管可能产生的效果是什么 哎 来我今天很严肃的告诉大家 啊我怎样怎样怎样 什么之类的 你们要怎样怎样之类的 就是他把那个空气 他把那个空气能量 变成了一个很僵的状态 OK 嗯 啊所以 我每次讲的 就是说 如果今天你要用这个号码当主管的时候 其实是要反效果 什么叫反效果呢 就是你要怎样让人家把你当主管 而不是你去当主管让人家看 嗯 就是其实是相对的 嗯 因为很多人有这组号码的时候就是会觉得 我是王我是谁 我是谁谁谁之类的 其实真正的要解放的时候就是 啊你要让人家来告诉你你是谁 而不是你去告诉人家你是谁 嗯 其实只要把这东西调一调 其实整个的池层会变 嗯 这样怎样调呢 嗯 怎样调 哈哈哈 这个是心态的调 啊如果你在不懂调就老实叫你笑 哈哈哈 让你笑多一点就会懂得调 哈哈哈 自然的就会调 哈哈哈 因为为什么呢你当你真的心里一笑的时候 嗯 其实真的想回很多东西的时候 你会发觉到我们的执着 嗯 我们的顾虑 我们的什么 其实都是不止一提的 嗯 其实你回转一看啊 其实这些都是问题吗 是为什么是问题 因为 因为拥有19号的人 嗯 他会把问题变成是问题 嗯 他很想解决问题 但是他的问题解决 永远解决不完 嗯 他是把一个问题 多变成一个问题 一个再变多一个问题 永远都在把问题变问题 嗯 OK 所以永远有解决不完的问题 啊对 所以这就是这个 这这几组号码的 整个磁场的关系 要学会断舍离 不理 哈哈哈 但断舍离咯 对这个磁场的人哦 有点说不过 为什么 因为这个磁场里面就是 就是不断 不舍不离 哈哈哈 然后到最后 发生了很多事情的时候 他这样我想断 我想舍我想离 其实已经慢了 其实真的很慢吗 其实还不慢的 嗯 但是问题 他一样的可断可舍可离 但是走到一半的时候 他要重复 他的故事 又不断不舍不离 只是换了一个人而已 哈哈哈 他只是在暂时性转换而已 因为为什么 因为人的心态的问题 他心态还没有变 嗯 所以今天数字 极好 极强都好 其实他的重点 还是在心态 对 只是说今天我们 可以从数字里面 真的去了解 哎 这一类人 他是属于怎样的 所以当我们在沟通的时候 嗯 我们应该怎么沟通 好像今天这个 19号啦 91号这些人 如果今天你要跟他谈生意 你要怎么谈 嗯 你一定要准备好所有的 呃 所有的数据 嗯 你交到他面上 嗯 为什么 他一定会跟你挑毛病 嗯 嗯 100%挑毛病 这个是 哪里来的 这怎么样的 这什么什么的 之类的 如果你有本事 顺顺利利 你回答他到完的时候 他还是想办法 挑个毛病的 他还是有东西找出来 对 我会问结果呢 啊 那后呢 对 所以这些的磁场里面 是一种习惯 其实都是习惯来的 OK 他是永远都是 不 无论你做得极好 什么什么都好 OK 没有还没有看到成绩 还没有看到结果 还没有什么的话 他觉得还是有问题 嗯 OK 因为也不能够怪他们 为什么 因为他们只是想把东西做得好 不想被人家说 哎你做的怎样 你做的那样 你做的什么什么之类的 就有一点完美主义 啊对 他是属完美主义的 是会讲有龟毛啊 嗯 OK 每一样东西 他都是要做得很很很仔细 是有一点完美主义 不过我改了很多 哈哈哈 所以所以今天讲哦 你看 其实人不管有什么性格都好 只要你愿意接受 或者是愿意去改变我们的这个习惯 对 其实说真的我们可以变成一个很轻松的人 嗯 只是很多人就是还在 呃活在自己的磁场当中 什么叫活在自己的磁场当中 就好像今天我断你的数字 哎你有这样的因素 你有这样的故事 你有这样什么 哇好准哦 哇师父你好准哦 嗯 其实你已经就是活在你自己当下 嗯 你完全还没有改变 如果今天我讲的每一个你都觉得不准的话 那我就恭喜你 嗯 为什么你已经解脱了 OK 所以有时候今天 我们讲的呃十句有有不要多啦 我们讲五句准就好啦 嗯 就代表着你的人生的五十八仙 嗯 还是活在同样的世界里面 还没有改变 嗯 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情 为什么 今天明知道有问题 但你又不能去在问题里面去处理 去改善他的时候 你是活在一个轮回里面 对 OK 就是把事情重复再重复 重复再重复而已 是 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情 但是在可悲当下每个人都想说 啊师傅啊 我有什么办法吗 我有什么怎样怎样吗 我有什么法子吗 之类的 其实最简单的法子是什么 就是 断 把你现在的所谓的不能够负责任或者是 呃 不能够承受的所谓的市场 先放一边 嗯 OK 先把自己不能够处理的东西 不管不能够呃面对东西 先放一边 不是叫你不去面对他 嗯 因为这类人有一种特别是什么 嗯 一定要解决 我不做完不可以哦 啊啊啊啊啊 我不叫我不行哦 嗯 之类之类的 所以问题就在这里 哦 所以久而久之 为什么我讲这些 人到最后都会产生群绪跟优异症的 那种的那个问题 嗯 因为很多人觉得优异症是一个 呃想不开的病还是什么 嗯 其实每一个病都有一个源头 嗯 他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问题出来 嗯 OK 所以一开始很多人也不了解 啊 所谓的有这类号码的人啊 嗯 他们觉得这个人很难搞 OK 你这么这样霸道 这么这样固执 什么什么之类的 其实你往另外一个方面看 其实他太爱你的 他太照顾你的 他太为你的 嗯 啊如果今天你懂得这类人有这些号码的 其实 回想一下他们对你做的每样事情 真的 他只是需要一句话 就是一个肯定 其实其实他 其实除了一句话 开心了 除了一句话之后 他们还少了什么 他们还需要一个拥抱 对 啊而且只是想轻轻的拍背背 来辛苦啦 啊我的宝贝辛苦啦 嗯 其实就那一句话就可以让他心里 真的放下了 嗯 需要一个肯定 然后呃就是 有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自体的一个触摸 嗯 对啊 所以拥抱很重要 因为因为这有拥有这种19号 91号这类人的所谓的磁场呢 他们都是表面很坚强 嗯 其实内心真的 很脆弱 很澎湃 他的气场很澎湃 激情澎湃 激情澎湃那种就是 有时候他会有很多幻想 嗯 OK 有时候会幻想着我想要这样 我想要 其实他表面并不能够表露 为什么因为 这类的磁场呢 他会觉得 呃我不可以去呃展现出来 展现出来给你知道我是这样的人 嗯 之类之类的 OK 其实如果你懂得这类人 或者是多了解这类人的话 其实你可以发现他很多优点 嗯 因为我们只有能够 就想说我们应该是发觉多一点 他们的优点 这样他的缺点就慢慢的改善 对 为什么好像今天你把他的关心 当成是个优点来讲的话 说真的 你要想象一下 他全世界已经没有了这样的人了 这样他今天还在为 愿意为你付出的时候 你知道你自己幸福吗 对啊 可能是你可以做一个调整说 啊不如这样好不好 我其实需要这样的呃一个关心而已 那我就不希望你那么辛苦了 我们 调一调好不好 对对对 就是互相的去沟通而已 啊 在整个的整个的磁场都是在什么 是不这样讲哦 嗯 就突然间想起一个故事哦 嗯 之前我有个朋友讲 他讲他老公每天 时间到了就一个message给他 嗯 老婆你吃饱了吗 哈哈哈哈 吃午餐了吗 或者你吃早餐啊 总之每一个时间段 他就会给他一个好的message 嗯 好恐怖哦 午餐提醒 嗯 对如果说你站在那个角度 嗯 看的话你就觉得很恐怖 但是如果你站在另外一个角度 哇 好温馨啊 是啊 所以 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是在一个 两面 两面里面 嗯 重点是今天你遇到他 OK 你是用什么的体面去看他 嗯 所以今天事情真的是美好美坏 嗯 也没有什么负面或者是正面的 嗯 其实都是 自己产生的 是的 啊 哦 嗯 嗯 听了半个小在重复那个号码 因为这个号码里面哦 OK 是我们人生里面哦 很多人拥有的 嗯 只是很多人不知道 是 今天 哦 我们只是在讲那个重点 OK 如果今天你要懂所有的号码的话呢 就要留意哦 我们我每次都会慢慢去分享 每一种号码的特性 OK 因为如果今天我不去啊 这样一个一个去解释的话 其实到最后 你们只是看了号码的好坏 或者是正负的人有有何用 没用啊 嗯 没意思 那么师傅这个号码最主要它出现在哪里影响的呃成分比较高呢 嗯 这些这一组号码 嗯 其实在呃我们的身份证里面 嗯 电话码里面 OK 或者是我们的门牌 我们的车牌 嗯 甚至我们今天呃所有用的银行卡 银行密码 啊如果这个号码在银行密码里面呢 就有一个很好用的地方 嗯 为什么因为这组号码也是叫做守财的功能 哦 啊 这组号码也是守财的 守财的号码 嗯 但是重点是 今天 有一句话像说 你要守财 财要不要给你守 哦 一样的道理 今天你要照顾这个人 这个人要不要给你照顾 嗯哼 他是这样的一个因素 嗯 所以这个号码全部要搭配的 OK 不过通常拥有这样的号码的人 在财富上 知道吗 他都会有比较呃 理性的去理财 嗯 OK 他除非是他身边的人很需要很需要 他必不得已他可以牺牲自己的财给他 嗯 就真的是可以牺牲的 OK 如果是这种号码你可以发觉到有的人 他真的是花钱的时候很计较 或者是他喜欢名牌 或者是他喜欢那种所谓叫做呃 比较专业的或者是比较有quality的 OK 他不会什么都买 但是他就是会呃就是比如讲这个产品 有品味的人 他觉得有品味的他去买 嗯 OK 他是就是在买买东西的那个刹那的时候 嗯 嗯这类人都是比较挑一点的 嗯 啊是正常的 嗯 嗯 其实我有很多很多有 嗯 嗯 嗯 车牌手机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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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牌车牌他1919 车牌他1919是怎样讲的 OK如果在如果在车牌有1919这个哈马在里面的时候呢 就就就要看他本身的身份是什么 嗯 如果这个1919在这个打工仔的身份来讲的话 通常在打工仔呢是很可怜的 啊如果今天这个1919在车牌里面他是一个主管 嗯 OK那么他是有权利的 嗯 OK 如果是老板来讲的话 是很不得了不过呢这个老板也是很可怜 嗯 为什么 因为这个老板也是很为他的下属着想 然后辛苦自己的那个人 嗯 啊但是有 这如果是有1919的这些老板哦 是很多人也不明白的 这些老板 他为员工付出的很多 那到最后员工还是不了解他也不理解他的 嗯 所以拥有这样的号码的这个人是不是这样啊 刚好有个朋友是191919 因为他他连好像是嗯 是不是他连门牌都是要求 因为这种要求的话 如果在在老板在呃这种磁场身上呢 他的确可以把事业做的很大 对他的事业是做的很大 他做的很大 而且他的权很大 嗯 可是没有人明白他的苦 他总是把股收在心里 英雄总是寂寞的啊 然后他在表面他跟你很笑很微笑的 没事没事啊都没事了 嗯 嗯 明白吗他他有事也不会说到处跟他抱怨还是怎样的 而且他处理是蛮果断的 嗯 啊但是有多少呃就是伤到自己的事 他是受了多少 这是另外一回事 嗯 因为这类人他是觉得就是我灵验我自己受伤 OK我可以解决我去解决 我也不要你烦了 嗯 他是这样 嗯 那么那么车牌如果是2728呢 2728 跟这个号码没关系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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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因为如果是讲我就想回你讲的2728 我就稍微透露一下 嗯 因为2728来讲叫做无奈 嗯 OK 得到了但是处于无奈状态 嗯 为什么 因为他得到了之后 可是又觉得好像得不够 得不够 甚至觉得好像有了 有了又觉得可以的 可以了之后又觉得 我还不够 哈哈哈 啊 那你是什么呢 这是无奈啊 所以他搞到 其实这种号码可以搞到自己是什么 就是 好啦我今天有一百块了 嗯 其实觉得蛮满意的 嗯 可是等一下之后觉得 哎呀我应该要两百块才对的 但是要哪一百块 啊算哪一百关系 我就一百块就好啦 嗯 所以有时候他会跟自己的职场在那边 呃 就是在那边啊 所谓的自己挣扎 嗯 啊 好啦 没好啦 可以啦不可以啦 但是到最后是啊随便啦 哈哈哈哈 他就这样去了 哎呀随便啦 明白吗 所以到他随便的时候 他就会产生一种能量是什么 支持的你好无奈 无奈的能量出来 所以过后你就问到他什么事了 他就哎 我的人生就是这样了 青菜啦 嘿嘿 所以这些都是有根据的 OK 其实整个数字市场是有根据的 嗯 就是 就是并不是说空白说白话说 哎 哦拿这个号码一定好一定坏 为什么 因为有些号码拿到的时候 OK 不符合你的状态 也是不行 嗯 OK 好像今天你是打工仔 OK你是打工仔 你拿十九号的话 嗯 那么要怎样运用 其实也是可以想着 我如何去运用这个号码 若是在打工的方面 OK 所谓打工如果再用到十九号呢 通常这个这个人做工比较死板的 嗯 啊那么你要突破你就要学会什么 不要死板 嗯 就升级啊 啊 就是说你要怎样让自己升华 你要怎样让自己升华 而不是只是哎 我有十九号 我就完全运用 哦我是一个死板本的 我就是死做死做 然后 我工钱两千块就两千块 然后我就一直埋怨说 我做了这样辛苦 为什么老板没生我钱 哈哈哈哈 对吧 你看我做工 我又准时 我又很勤劳 我又很什么 但是 这类人有一个点 他们忽略了 其实你没有做到 你老板想要东西 对 嗯 OK 而不是老板请你来做工 就是要你替老板解决问题 可是到处都是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这个不行 那不行 那老板请你来干嘛 老板看不到你为他不合 对啊 好像老板今天 这个公司是要找很多的那个 呃 所谓的订单回来的 嗯 但你在office里面 把office整理的干干净净 做东西紧紧紧有条 但是你一个单都没有进来 这样你说老板要称赞你 还是要怎样呢 老板也不会了 嗯 OK 其实有这类号码 一定要明白的是什么 你做的东西到底符不符合 你身边的人 嗯 嗯 先不要说我做是为你好 我做的是呃为你什么什么什么 千万不要 嗯 先看回去 今天你做东西是否符合当下 是否符合环境 也是否符合你所谓的另一半 嗯 或者是你的上司下属 你的孩子之类的 嗯 OK 有一句话叫做以德符人 嗯 用你的德行 用你的啊 所谓的知识 或者用你的啊 才干 啊 并不是才干 能力啊 就是你的宽容心 嗯 OK 怎么让人家符你 嗯 OK 好 OK 所以你看还有还有一个讲法的就是 用拥有这个号码的人哦 如果是在女性方面哦 嗯 他做事都比较男性化的 嗯 就是有那种男性的魄力 嗯 啊 所以呢 在讲我吗 哈哈哈哈 所以所以其实 好嘛 讲到完为止呢 就是 还是那个点 嗯 还是先了解 嗯 了解之后你能不能接受 当你接受的时候 你愿不愿意去改变那个习惯 嗯 然后当然也不是说 所有的好嘛 都是用号码来改变 嗯 我们需要一些所谓的心灵上的课题 嗯 可能就是爱笑一家 我教你如何笑 把这个妇人笑出来 嗯 OK 或者是去进修一些 所谓的心灵上的一些课程 OK 就是要找回自己想可以接受的 或者是喜欢的 那个 啊 调整的那个能量的那个 那个区块 对 来 把自己的妇人解掉 嗯 嗯 嗯 OK 有一个观众问 嗯 如果主管电话号码 嗯 是 呃电话号码8911 车牌9001 车牌9001 是不是属于91 这个组号 哦 8911 它的确是在91 这组号码里面 嗯 然后车牌9001里面也是属于91 但是9001的这个状态有点不一样 嗯 OK 9011有很多的解释 也可以讲说 这个人他 要做的东西就是幕后的 嗯 他不可以往前线走 嗯 如果他往前线走的话 会变成很多阻碍 嗯 OK 或者是说在9011里面 这个主管他必须要学会多变化 嗯 如果他不学会多变化 他就会面对很多变化 让他措手不及 嗯 OK 所以就是每一个号码都有一个故事在里头 嗯 嗯 OK 啊所以今天我们讲的就是 用 怎样去运用19的号码呢 我们可以留着 呃 另外一集吧 因为 过后我会真的是准备是资料 让大家去看一看 去了解更多 是属于这一类号码的资产 嗯 因为 一个号码 有很多资产 真的讲不完 嗯 OK 在读书有读书的讲法 在做工做工的讲法 在感情有感情的讲法 嗯 OK 在呃 男女关系有男女关系的讲法 在每一个地方都有每个讲法 嗯 都是不一样的 他只是一个代表性 嗯 他套在不同的故事里面就不同的 不同的效果 嗯 OK 好 嗯 那么师傅我们要不要开放 一些问题给观众问 嗯 开放几个 嗯 这样吧 因为毕竟 这些号码讲出来会 关系到一些人的私隐 嗯嗯嗯 OK 所以如果今天你们想要问问题的话 到时候你可以准备那个表格 让他们填一填 嗯 到时候最多我在这个直播上 我就是可以去回答你们问题 但是我不会说出你们是谁 嗯 我只会讲是ABC就好啦 嗯 这样OK吗 PM 嗯 你们TV会 很保密的你们的隐私 嗯 因为人太多我们记不得了 安心PM吧 哈哈哈 OK 所以今天的时间也是差不多了 嗯 嗯 是的 那 我们下一期再聊 其实呃各位观众可以这样说吧 你们想听什么话题你们可以说 嗯 因为磁场跟能量学 很多话题可以讲 嗯 就是说我也要想知道一下 大家想听怎么样的话题 嗯 这样我们来对真些要一下 会对每个人 就是给每个人都有一个 想要听的话题吧 是 哦 然后还或者我们可以回答他们 那谁 六九六零 OK 六九六零这个号码呢 也就讲说 前期的时候 很有爆发力 后期的时候呢 就会有一点失落 OK 然后六九六零 啊 这个爆发力起来的话 他的人的个性呢 是非常的积极 或者是非常的冲动 非常有力 但是如果今天他不被认同 或者是不被承认的时候呢 他就会整个忍下来 嗯 OK 好像这个三二九九的这个电话 尾号来讲的话 OK通常呢 这类的号码呢 可以 就是需要女性来相助的 因为 就是想说 只要他的顾客 OK 可以多找一些女性的 或者是一些服务业的 或者是异性的 OK 都会成就他 OK 那在负面来讲的话 就讲说他今天做什么都好 人家看不上眼 啊 都是有这样的问题 OK 三二九九的 嗯 因为今天 如果今天要在事业掌握得好的话 其实我们先要掌握的是我们的情绪 嗯 因为所有的问题都离不开我们的情绪 今天你的情绪好 今天你的情绪 能够自当的调理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东西 真的会很顺利的 嗯 OK 因为情绪掌握了我们人生的所有的一切 嗯 OK 当我们早上 开个眼起来 你情绪好不好 就已经决定了今天的命运 哦 OK 情绪 对 那么还有 来我就讲一下这个9319的号码 如果有有有学过数字学的 人呢 都会很喜欢用9319这个号码 OK 为什么因为这个号码呢 整主叫做几号 但是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用这个号码 嗯 因为他的号码里面 也是带有这个 呃 这个要求的号码在里面 嗯 所以 当有在1919的能量 呃 的开场的时候 嗯 也要看这个人适合搭配没有 嗯 如果适合搭配 他就平不平平 如果不适合搭配 就是半天掉 啊 所以这个也要看回 OK 就是说 他本身 他适不适合 嗯 好像这个79 79 22 三条一的 嗯 好像这些号码来讲的话 他是有很强的行动力 有很好的idea 有很好的marketing的那种想法的 嗯 但是因为有太多人量呢 都是属于就是 呃 命由我不由天那种状态 嗯 所以他的号码没有真的分好坏 只是好像79 22 111 这种号码适合用在什么地方 就是开拓市场 嗯 他就是一辆冲锋车 OK 他是打前锋的 哦 但是呢 重点是他打前锋的时候 你必须要看到他 你必须要给到他 他想要的 嗯 他才会干燃 如果他今天所做的东西 他得不到 他的不干燃 他就会产生很大的那种负能量 嗯 OK 所以今天还是讲回一句 号码也是真的是没有急凶 重点是你的号码是落在谁的手上 谁在操控他 嗯 OK 只要你能够驾驭你的能量市场 或者驾驭你的号码的时候 其实每个号码都可以让你平步清云 哦 但是最终还是一句 先把自己的情绪处理好 嗯 因为 你只要了解的这个 呃 所谓的这个数字池场的这个能量 你就可以很明白你的群细是怎样波动 怎样来的 嗯 OK 所以今天 还是那句 池场真的没有分好 没有分害 嗯 在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效果 OK 所以千万不要去呃 有一个思想说 我的号码很烂 嗯 我的号码很不好 嗯 只有适合或者不适合 这样而已 对 如果你要去用这个不适合的号码 你就学会适应 如果你觉得你不能适应 就唯有就是一个东西就把它换了 嗯 换回你想要的磁场或者换回你想要的一个动力 嗯 嗯 这样就是最好了 OK OK 嗯 好啦 那么 时间也差不多了 嗯 我知道你们还有很多问题想问 那没有关系 你们可以点下面 有一个form 你们可以填上你们的资料 和你们的问题啊等等 好 OK 那么谢谢Fiona老师 谢谢 谢谢Dato Sri Nelson 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为止了 那今天也大家也学到了很多 我们下期 下期再见 那么现在呢 大家要做的事情就是 可以把我们的channel多多分享出去 然后在我们的这个TVchannel这里呢 点一个like 然后打开小铃铛 以后你会接受到通知的 我们有新视频做直播的时候 嗯 所以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好 拜拜 下次见 再见 再见 孩子带下去 就像今天 我今天把一个 能量场 就是钱财店要倒在身上 嗯 但能量场它就自然可以吸引很多 同类 同类的那个市场 被发财的钱到你手上 你会不会让它发财呢 是靠你了 不是靠我 69块的油 打69块的油油什么意思 对啊 然后去找31块回来 找 哦 耶 你得到了 你得到了 因为69的数字就是一个 行动力 去挣钱的一个号码 嗯 反正是做销售 做业绩 做车 做那个marketing的人 或者是做保险业 做直销业 做任何的所谓的就是 啊 所谓就是marketing的那个site 嗯 都很需要64 96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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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